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AS学院推出的Android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Gesture Detector监听各种手势 当我们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时 系统如何识别各种各样的手势呢 比如当手指在屏幕上按下时 或者当手指在屏幕上松开时 再比如当手指在屏幕上滚动时 还有就是当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然后迅速地松开手指 这些各种各样的手势 系统将如何进行识别呢 为了识别这些手势 系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类 叫Gesture Detector 在上节课 我们用系统空间ViewFlipper 实现手指左右滑屏 切换页面时 我们是通过实现一个 UnTouchListener这个接口 然后在UnTouch方法中 监听手指的按下和松开事件 其中在UnTouch方法中 有一个Motion Event这个参数 我们通过判断这个参数的具体数值 是Action Down还是Action Up 来判断手指是否松开还是按下 但是这种方法进行判断的话 它识别的手势毕竟有限 Gesture Detector这个类 它能识别更多的手势 因此当我们对手指在屏幕上 滑动的各种手势 有更多的要求时 我们就可以使用Gesture Detector 这个类来进行识别各种各样的手势 本节课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 Gesture Detector的用法 我们看一下它的使用要点 在使用Gesture Detector时 我们仍然要实现UnTouchListener这个接口 但是在UnTouch方法中 各种各样的手指在屏幕上的操作事件 是由Gesture Detector来接管 而不是进行UnTouchListener中的各种事件的判断 那么Gesture Detector是如何接管这些事件的呢 当我们在创建一个Gesture Detector时 要在它的购债方法中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要么是UnTouchListener这个接口 要么是SimpleUnTouchListener这个静态类 那么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Gesture Detector中 有一个内部的接口叫UnTouchListener 在这个接口中包含了六个方法 其中UnTouch是手指在屏幕上按下时 UnFlight是手指在屏幕上滚动 然后忽然抬起手指时 UnLongPress是长按的时候 UnScrew是滚动的时候 UnSingleTapUp是单击并且抬起手指的时候 这六个方法呢 就分别对应了各种各样的手势的事件 因此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接口 作为Gesture Detector 构造方法的一个参数 传进去 并且 将接口中的这六个方法全都实现 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目的 此外 我们还可以把静态类 SimpleUnJestureListener 作为GestureDetector的一个构造方法的参数 好 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个接口吧 在GestureDetector中 还有一个接口 叫UnDoubleTapListener 这个接口中也包含了三个方法 分别对应单击双击和双击事件 这三个 单击确认双击和双击事件 这三个操作 对于静态类 SimpleUnJestureListener 它其实是一个实用类 也就是说这个类呢 它实现了这两个接口 但是呢 它并没有在 实现这两个接口中的这九个方法的时候 在九个方法中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也就是说 这个类它实现了这两个接口 也就是说它实现了这两个接口中总共有九个方法 但是这九个方法在实现的时候 这些方法的方法体都是空的 因此我们只需要使用的时候 既成SimpleUnJestureListener这个静态类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必像实现接口那样 把接口中的所有方法全都实现 而是用到哪个方法 就重写哪个方法 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的代码简化了很多 因此我们推荐 当我们使用JestureDetect的时候 我们 尽量的使用 这个静态类 SimpleUnJestureListener 它也是一个 比较的 比较方便的一个类 接下来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 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JestureDetector这个类的用法 我们新建一个Project 叫JestureDetector 抗目叫MathEDU叫Activity 4.0.3 Light MathEDU Next Next EmptyActivity Finish 好 我们先来编写布局文件 我们这个事例程序中 布局文件非常的简单 没有任何的空间 只有一个linear layout 然后给LinearLight呢 一个ID MathEDU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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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定一个方向 水平的 好 这样布局文件就编写完了 也就是说屏幕上其实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我们接下来写Activity 前面已经说过了 当我们使用JestureDetector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要实现UnTouchListener这个接口 只不过在这个接口的UnTouch方法中 从UnTouch事件呢 由JestureDetector来接管 因此我们仍然要实现UnTouchListener这个接口 然后添加实现的方法 在UnTouch方法中 由JestureDetector来接管 我们先定义两个实力变量 首先是布局文件中的LinearLight 然后是一个JestureDetector 然后是一个JestureDetector 然后在布局文件中 然后在UnTouch的方法中 我们先得到这个LinearLight 然后给这个LinearLight 设置设置一个UnTouchListener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手势 会在屏幕上整个屏幕上进行操作 在UnTouch方法中呢 我们前面说过了 它是由JestureDetector来接管 因此只需要调用UnTouchEvent 把UnTouch方法中的这个参数传过来 这样JestureDetector就可以接管了 我们最后返回处 表示这个事件已经被消耗掉了 前面也已经说过 前面也已经说过 在构造JestureDetector的时候 我们推荐使用 SimpleUnTouchEvent 这个实用类 因此我们构造一个JestureDetector 它呢就等于JestureDetector 构造的方法 第一个参数是this 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继承了 SimpleUnTouchEvent JestureDetector的一个类 因此我们先再定一个类 class 比如叫MySimpleOn JestureListener 它继承了JestureDetector中的 SimpleUnTouchEvent 这个类 这样呢 我们在进行手势判断的时候 我们用到哪个手势 就重写哪个方法就好了 但是这里呢 我们为了进行验证 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手势 验证一下到底调用了哪些方法 所以我们就全部把这些方法进行重写 然后通过log的方式 在logcat里面进行输出 那我在重写这些方法的时候 最后我只要借助Eclipse的这个功能 直接重写相关的方法 把这个全都打上 把这些方法就全都重写了 那么在JestureDetector的构造方法中呢 我们只需要Near一个MySimpleOnJestureListener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为了输出log呢 我们在每个方法中 都添加一个打印log的语句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tag 我们都叫SimpleOnJestureListener 第二个参数是打印的信息 我们就输出这个方法 然后加个箭头 然后再把它的方法名跟上 好 都采用这种形式 其他的都改一下 再接下来我们把Message 始终的调用的方法名 盖一下 好 这种人 好的 这种形式 开始 我只是想时候 打印的方法 い点択印还是 可以双迹的方法 这种形式 没有再接下来 下的 teen択印的方法 我必须 有点択印的方法 依然接下来 ' 走 某印的方法 有点択印的方法 那种密度 解开 好,这样就改完了 前面我们提到过 在继承这个simple undgested listener的时候 由于这个类它实现了另外两个接口中的总共9个方法 但是在方法体中都是空实现 因此我们在继承这个类的时候 用到哪个手势事件就重现哪个方法就好了 而另外一个接口中的三个方法 所以另外一个接口是on double tap listener 这三个方法假如说我们用不到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把它去掉 我们现在把它删掉 仍然是可以的 好,现在只剩下了on just listener 接口中的六个方法 如果我们要实现on just listener这个接口的话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重写这六个方法 因为接口中的所有的方法都是必须要进行实现的 必须要实现接口中的六个方法 但是通过继承这个类呢 我们完全可以 比如说我们只用到了on 升高type up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五个方法给删掉 程序仍然不会报错 这里我们为了验证的需要呢 就把这六个方法就把这六个方法全都重写了 好,我们运行下这程序 好,程序运行后 界面中没有任何的可见的空间 我们在屏幕上进行一些手势的操作 看看logcat里面输出什么 我们先按下 然后滑动 然后再把手指松开 看logcat里面 先是调用了on down这个方法 然后是on show press 然后调用了一系列的on screw 这是一种情况 再比如说 我们换另外一种手势 把logcat清一下 比如我们先按下 然后快速的滑动 然后快速的把手指松开 会调用哪些方法 大家看 先是调用了on down 然后是on show press 接下来是一系列的on screw 最后是调用了on flame 这个方法 至于更多的手势的组合呢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试一下 然后通过logcat的输出的方法 然后总结一下具体在哪些手势的时候会调用哪些方法 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进行演示了 在学习on 在学习just detect的时候 重要的是掌握这个类的使用的方法 也就是说 仍然要实现on touch listener这个接口 并且实现on touch方法 那么在on touch方法中呢 有just detect来接管touch事件 并且我们在够到just detect这个类的时候 够到这个类的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推荐使用 通过继承 simple on touch listener 这种方式 来作为 just detect go的方法的一个参数 大家只要掌握这些使用的要点 就可以了 本节课就会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